早安 今天是2024年5月29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这些开市直击 今早有国努征券 研究部投资经理方泽桥 和谭海运培尼一齐开市 Kelvin 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港股暂时到2026平均线 1888点左右 究竟港股之后上升还是下跌 今天和大家拆解一下 NVIDIA宣布了一拆10 股价持续炒高 未来的后市部署应该怎么做 Kelvin一会儿都会给大家建议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在长假期之后服侍 是个别发展的 纳指再创出新高 升穿17000 美股星期一是假期 道指昨天低开 曾经跌超过300点 收市跌超过200点 收报38852点 跌幅0.5% 标指微升1点 纳指收市升99点 首次突破17000点 收报17,019点 再创出历史新高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上升0.4% 欧洲股市是普遍向下的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Google和Amazon都是向上的 Tesla就要跌超过1% NVIDIA再升7% AMD升幅也超过3% 一起看二月托证券 在美国买卖的科目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下的 网易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超过1% 不过亚里和京东都比本港上日收市 低超过1% 再看汇控 汇控的ADR比本港上日收市 是略高的 健康比本港收市低的 再看亚太区股市的外围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 方向不明确 最新未跌6点 首义终合指数跌22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都是向下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 最新是靠稳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方向未算是很明确的 跌40几点 稍后队员本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先和Kelvin谈谈美股的情况 美股长假期后服市 市场继续观望着 9月是否能够启动减息 纳指在这背景之后再次破顶 史上第一次升穿17,000 主要由NVIDIA带动 公司下星期五就会正式一拆十 市场就继续亢奋 有资金追入 股价升穿1000元之后 昨天就再升穿1100美元 升了7% 三天内就升了1.8% 测试就在6月7日收市后生效 预计100多元的入场费 就在6月10日开市的时候生效 你预期这个高涨的情绪 是否能够持续多一个星期呢 投资者现价追入的风险大不大 谈谈整个走势 谈谈纳指的走势 第一次突破了17,000 这个心理关口 主要是由NVIDIA AMD 这些芯片股 带动了 其实美股达到差不多4万点 就停止了 不过这次你见到 纳指仍然是上升 也是由NVIDIA这种股票 带动了上升 它的业绩也非常不错 见到业绩OK 那个毛利已经达到77% 即100元 其实它自己就代入70多元 大家见到毛利也高 主要是因为 第一 竞争性不是像新能源汽车之前那样大 入场的门槛也是比较高 在不同的一些平台上也说过 芯片股就不同其他的技术 有钱也未必可以做到那个技术 其实它现在主要是竞争对手 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AMD 市场只占了大概七成 七成半左右 AMD大约是占了25%左右 暂时来说 它今年市场大约是40倍左右 在一只叫做芯片股 和高速发展的一只股票来说 暂时来说 我觉得也不认真是很贵的 现在它的走势都是大仗小回的一个格局 未见有任何下跌的一个情况 如果真的要回调 它平均呢 其实在2000年那时候 它那时候拆细了 就差不多宣布拆细了 和正式拆细的日子 它上升了67% 对上一次在2021年 都升至27% 2007年 升了13% 即是平均都会有 差不多20%的一个升幅 如果它出了业势 大概950元左右 出完之后 现在升到上去 1160多元 我记得 现在最新的价格 我觉得潜在的升幅 都可能还有5-10%左右 暂时来说 我觉得水位 暂时来说 就不会认真是很高的 但好像有货的朋友 我觉得仍然可以拿着它 始终它一日未回调 你就不需要去减持 因为始终 现在的价格 还是大仗小回 还有很多资金 就会融入NVIDIA 所以我认为 还有机会继续上升 我持有NVIDIA和AMD 好 我们看完NVIDIA 我们讲一讲 大一点的图片 就是说纳指 今个星期 大家就看着 星期五的PCE数据 以及多个联储局的官员 今个星期都先后发现 明尼亚波利斯 联储银行总裁 卡什塔卡里 就说到 近期美国通胀 只是在区间波动 由于就业市场 仍然稳定 联储局有空间 就继续观望 应该等待多数个 正面的通胀数据 才有信心 适而开始减息 他强调 不排除任何货币政策的选项 如果通胀 真的未能再一步回落 或者会考虑再次加息 不如提提大家 卡什塔卡里 在今年联储局会议上 没有投票权 所以他的发言 只是他自己的个人意见 见到隔晚的债息 其实就抽升了 道指跌 事实上 道指就触及了四万点 之后就开始回 但是刚才说到 芯片股 就继续开开派 你看看 纳指是否能够 持续跑赢大市 多一段时间 其实要看通胀的数据 现在都要维持3.4 或者3 看到和联储局的目标 2.8 都还有一段距离 我觉得在维持3.4的数据 都有机会是一段时间 我觉得减不减息 其实对纳指和大市的影响性 就不是认真是很大的 因为其实你看到 之前 其实今年来说 都延迟了几次减息的预期 但是 看到市仍然是水盡旋高 代表通胀 甚至是息率 对大市的走势 就不是认真是很大的 反而如果真的 万一 通胀是回落去3 2至头 反而更有利 道指和纳指一继续冲告 只是大家现在的情况 仍然是上升的轨道 我相信暂时 要他们回调的机会 就不会认真是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 美股仍然可以看好一点 我觉得很大机会 其实在9月和11月 都有机会 今年颜色两次 所以美股仍然会看好它 好 好 我们先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让大家看一看 恒生指数 港股昨天一度重上万9点 不过成交跌到不够一千亿 恒指低到13点之后 一度到升超过一百点 高位见过是19,000点 之后跟随内地股市向下 恒指收市未跌6点 收报18,821点 科指跌9点 国指未跌2点 收报66,886点 全日成交有977亿 4月以来再一次成交不够一千亿 北水持续陆德淨流入 金额维持在40亿以上 是连续第九日陆德北水淨入 北水就是主要沽出这个营赋基金 腾讯由北水淨出转为淨流入 金额有5亿9千万 中海油和中石油有北水淨入 金额分别是5亿7千万和3亿2千万 美团继续有北水淨入 金额1亿3千万 工行持续有北水淨出 昨天金额有1亿8千万 营赋基金有超过10亿的北水淨流出 大市昨天一度重上19000点 不过不能够站稳收市 未有很明确的方向 现在恒指继续咬在20天线的水平上上下下 但昨天有一个焦点 就是成交不够一千亿 今个星期期指结算 你如何判断恒指的走势呢? 看了恒指数由高位 其实之前19800点回落 接近18800点 其实它的升势 差不多由4月中 差不多16200点 就升到19800点 其实升势超过3000点 接近3600点左右 今次由高位亦回落到1000点左右 所以来说 我相信暂时来说 港股都可以在20天线的均线 如果企稳的话 我觉得还有力量继续上升 但也可能要到6月份 因为期指结算了 6月份才有机会继续上升 但现在的跌势 我觉得仍然是一个健康稳定的回调 也不可能是有效率 在这些补充基督上 这些补充基督 要受的这些补充 有效率 如果是有效率 那些补充基督 就让他们有效率 一定是有效率